零成本创业模式之联盟营销 国内有一家专门帮淘宝卖家做推广的公司叫阿里妈妈 它是著名的上市公司阿里巴巴集团旗下的一个子平台 我们都知道商家要做推广如果采用投广告的方式 前期不仅要砸很多钱 而且还不一定会有很好的效果 而阿里妈妈平台里面就有一款产品叫淘宝客 如果商家采用淘宝客的方式 进行推广 不仅不用花一分钱广告费 并且是在商品销售出去之后才支付广告费给平台 也就是按效果付费的推广方式 那淘宝客究竟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呢 其实很简单 首先商家选择入住淘宝客 只需要将商品一部分的利润较出来 采用优惠券加伞利的方式回馈给消费者 打个比方 假如一件衣服的利润是100元 商家将其中的30元利润要出来 给消费者15元购物优惠券 另加9元反例 然后平台抽取6元 也就是20%的费用 作为平台运营管理费用 这样做的好处就是 对于商家来说 他可以省掉缺额的广告费 而且可以实现按效果进行付费 对于消费者来说 购物不仅可以享受一定的折扣优惠 而且还有反例 这样他们就会无形中 帮商家诉口碑传播 推荐身边的朋友来平台消费 这样他们就会有更多的反例 相当于在消费者制造了一个零成本创业的机会 而对于平台来说 每促成一单交易 既给商家带来了精准客户 又给消费者带来一个省钱跟赚钱的机会 同时又可以从中抽取一定的费用 作为收益支撑平台的发展 这就是联盟营销模式 而这个模式同样适用于线下 像银行跟很多吃喝玩乐的商家 发行联名信用卡 也是采用的这种联盟营销模式 一方面消费者持联名卡 去银行合作的特惠商户消费 可以享受一定的优惠以及积分奖励 另一方面商家通过入住银行的特惠商户 可以借助银行海量的信用卡客户 帮商家带来源源不断的客源 而银行同样可以从中赚取刷卡消费 所产生的手续费 从而实现消费者 商家银行三方共有的局面 你学到了吗 点赞并关注为你分享 更多商业模式案例